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要好好来关心自己的口腔健康 根据WHO的统计 口腔疾病目前是全球最普遍的健康问题 影响了多达35亿人 以台湾来说 注牙率居然高达98.6% 此外口腔当中最常见的慢性发炎疾病 则是牙周病 根据统计 台湾成年牙周病的盛行率 也高达有80.48% 其中50到64岁的壮世代 更是耗发率最高的族群 所以牙齿如果出问题 千万不要抱着欲缺不补的心态 必须要好好来照顾才行 您可能会以为 掉一两颗牙没什么大不了 对生活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其实这往往是 全口牙周病的警讯 最严重的话 还可能会导致全口无牙 不仅健康会出状况 同时也会影响到美观跟自信 但是看牙常常所废不知 而且很花时间 到底该怎么处理会比较好呢 我们先看报道 能有一口健康的牙齿很重要 饮食上不会因为牙齿不健康 出现限制 缺牙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生活 尤其许多民众遇到了缺牙 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有因为高额值牙费 犹豫却步 牙医师建议 无论如何都必须将缺牙补齐 当然如果你下面缺一颗牙齿的时候 你上面牙齿也会往下掉下来 那另外有时候缺的时候 可能会主要两边往中间靠近 所以刚开始你可能以为 缺牙好像还可以吃东西 假如我左边缺 我就换右边咬就好 可是很多时候当我左边缺牙 没多久 因为我左边牙齿开始拍 就跑掉了 所以牙齿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吃 越来越没力气 牙齿越来越乱 所以你会从很好咀嚼变成 不好咀嚼 然后从可以两边多吃 变成单侧吃 久了以后可能会变成消化不好 或者是脸型会歪掉 或下巴会移动 所以会有蛮大的影响 大家都觉得缺牙是个小问题 其实是个大问题 牙齿是五官门面最重要的部分 它不只是消化器官 咀嚼起点 牙齿的功能对人的发音 美观都非常重要 缺牙 曾经有人说 可能没有关系 我想这是 非常不时尚的 那因为 以前国人 大家还不太重视 口腔健康的时候 会觉得偶尔掉一颗牙 没有关系 可是是想 你掉在后面的一颗牙 跟掉在门牙上面 差别绝对很大 前面门面 这么要紧的地方 怎么可以缺牙呢 不过 你会缺第一颗牙 有一就可能有二 它往往是一个 口腔全口的牙周病的警讯 我们最常缺牙的地方 常常会在下额第一大旧尺 它是六岁牙 因为它六岁就长了 所以当你三十六岁的时候 这个牙齿其实已经用了三十年 所以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 第一大旧尺最常缺牙 常常被咬掉咬裂掉 那有时候是门牙不小心 跌倒时就撞不到 所以前面门牙就裂掉 最常就是爆牙门牙裂掉 跟吃久了以后没刷干净的 第一大旧尺会掉牙缺牙 过发生缺牙 两旁的鳞牙也会渐渐向缺牙处倾倒 会让整口齿裂变更凌乱 增加蛀牙及牙周病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 缺牙处因为没有牙根相互作用 周围的齿槽骨及牙齦组织 也会慢慢退化和萎缩 缺牙的处理方法有几种 那传统来讲 假设我们缺一颗牙齿 前后牙齿 传统来讲我们可以做成牙桥 就是会把前后的牙齿 大概修整一下 做成三颗或者是更多的牙齿 那最近几年事实上 在齿牙也很风行 然后它的成功率也相当高 这个技术也相当成熟 虽然现在有植牙的发明 对于旁边牙齿是健康的时候 可能植牙是不错的 可是对于传统 比如说前后牙本来就已经做牙套的话 你其实可以用传统牙桥 所以这样的传统牙桥的设计 已经几十年了 对于很害怕做手术的病人 也可以选择用牙桥的方式恢复 医师提醒长期不处理缺牙问题 牙周与骨头不健康 导致牙齿地基不稳固 原本健康的牙齿 可能会一颗一颗掉落 最后面临全口无牙状况 积极处理缺牙问题 避免病情扩大 好 世卫组织WHOO提出 成人健康正常的话 应该要有28颗牙 那么80岁以上 也希望至少能够有20颗 这个标准会不会很高 您是不是符合标准呢 还有根据卫福部的统计 台湾缺牙盛行率其实蛮高的 您可以看到35岁到44岁 就已经超过9成以上了 而且您看到50岁的时候 平均科数是缺了7颗 然后65岁到74岁 平均科数缺了11颗以上 好 那么遇到了缺牙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补救呢 其实主要有三种方式 我们看到可以直牙 可以用活动假牙 也可以用牙条的方式 可是这些方式费用 还有所需要的治疗时间 都不尽相同 到底该怎么样来选择 会是比较好的 马上要来请教这方面的专家 要来介绍是 欧市美牙医诊所的康志伟 康院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康院长我们刚刚有提到 WHO有说8020计划 也就是说80岁的长者 要20颗牙 我跟同事都觉得 这个会不会好高的标准 的确是有点难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我们卫福部国健署 有一个统计 其实台湾人的牙 有待加强 为什么 包有20颗自然牙的 居然只剩下19%左右 这是80岁以上长者 全口无牙的更是高达有 12.7% 显然要达到8020 台湾人真的要 好好的来加油了 请教一下院长 台湾的缺牙摄行率 为什么会这么高 台湾不是医疗很棒吗 还有为什么会造成缺牙的状况 OK 所以其实讲到缺牙有三大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 先天性的原因 比方说有一些牙齿在牙胚形成的时候 受到了外力的影响 如果说是药物的影响 造成的牙胚没有办法顺利蒙发生牙齿 就会造成缺牙 有一些可能是比方说是基因的缺陷 或是先天的疾病 比方说是糖氏症 就有可能会伴随着先天缺牙的症状而产生 第二大原因就是受到 外力的撞击 比较严重的可能例如像是运动伤害 或是像车祸造成牙齿脱落 另外一个最多最多遇到的就是 因为 其实台湾的口腔卫生教育 大约是从20年前开始落实 一路往下扎 跟从国中国小 甚至现在推行到幼稚园 但是比较欧美起来讲的话 台湾还是相对稍微晚了一点点 所以台湾现在年轻一辈 他们的蛀牙率或是亚洲病率 其实已经慢慢在降低了 但是对于三四十岁以上 甚至年纪更大的长者来讲的话 他们所接触的口腔教育 还是属于比较旧式的 所以对口腔经历的观念 没有这么好 所以蛀牙率跟亚洲病的盛行率 还是偏高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全台湾人口统计起来 其实缺牙率还是偏高的原因 但是缺牙到底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很多人说没关系嘛 少个一两颗 我还会補的 反正可以咀嚼就好了 但是其实会造成五大健康问题 根据统计第一名就是亚洲病 刚刚院长已经提到了 还有会营养失调 这个也可以理解 因为老人家如果说没有牙 他可能不想吃东西 然后久而久之就营养失调 还有说话发音不清 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是这四跟五的话 我就觉得真的会吗 一个就是逆额关节的障碍 另外就是失智 还会造成失智的风险 这又是为什么 没错 因为我们一旦缺牙 遇到缺牙的时候 我们齿裂前后的链牙 就会因为失去了一颗 导致开始会歪斜 那我们对咬牙齿 也会因为失去了咬合的支撑 而开始突出 所以一有缺牙 我们的齿裂就会开始东倒西歪 再加上我们吃东西 一般都会景象于用齿裂 比较完整的地方咬 比方说如果我们右边缺牙 我们就会用左边去咀嚼 这种长期不平衡的受力 就会造成我们脸型的肌肉 一边大一边小 那齿裂也已经不整了 再加上肌肉一边大一边小 脸型自然就会歪斜 而且长期不均衡的受力 也有可能会造成关节的受伤 所谓的孽恶关节 就是在我们耳朵前面 这边有个关节 这个关节一旦受伤 它所产生的症状就是会肿痛 甚至会有嘴巴张不开 或是张开的时候下巴会歪斜 那这边有一条肌肉是往上走的 所以常常听到说 这个嘴巴张开的时候 我这个肌肉往上牵扯到太阳穴 头会很痛 所以这也有可能会往下牵扯到颈部 这边肩颈酸痛 所以很多头痛跟肩颈酸痛问题 到最后终究归到于说 其实是因为 那讲到失智的话 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咀嚼的时候 可以刺激我们的血液循环 往脑部去 那一旦缺牙之后 你咀嚼的效率就降低了 所以变成说血液循环就变得不好 在美国医学会有个统计 缺牙的患者跟一般患者 比起来的话 它有高48%的风险 会产生所谓的 这个研究其实到最后 还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统计 尽管你今天有缺牙 假设你有用假牙 不管是任何形式的假牙 恢复你的齿裂 恢复牙的话 其实你得到失智症的风险 跟一般人是没有差异的 那他们规矩的原因 有可能是因为你做了假牙 所以你能够恢复正常的咀嚼 你的营养进食就能够正常 所以就减少了失智症的风险 所以我还是建议 我们遇到缺牙 不要补 能够的话还是尽量把它补起来 如果说我的牙都还算正常的话 要避免我们刚刚讲 比如说咬一边什么练形歪斜 还是要练习就是均衡的两边都要咬 是这样吗 对 虽然我们人都会有一个习惯咬 可能右边或左边 但是你偶尔想到的话 你另外一边也要能够拒绝 但是有缺牙你就会自然避开了 所以我们尽量是习惯 让你的肌肉两边大小关节都能够均衡受力 才是最健康的一个方式 知道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想办法来解决了 好 我们就来看看解决办法 其实牙医师通常会建议这三种方式 第一就是直牙 第二个活动假牙 第三个就是用牙桥的方式 可是牙桥听说现在好像越来越少人使用 是有什么缺点吗 您今天有带来模型 是否帮我们实际来示范一下 所谓牙桥指的是我们会在缺牙区前后 做一个修磨 把缺牙区前后的鳞牙先磨小 像这个样子 然后再做一个相连的桥体 再把它套上去 形成所谓固定式的牙桥 所以中间那一颗是空的 中间是空的 然后它是靠前后相连把它支撑住 牙桥其实有三大缺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因为它必须要修磨前后的牙齿 这个是让大家最有疑虑的 因为我为了补中间的缺牙 必须要修磨前后的牙齿 有一点牺牲掉了 前后健康的牙齿的感觉 对 第二个就是它受力的方式 因为牙桥受力的原理 是利用把中间缺牙的地方的受力 分配到前后的鳞牙 所以在这个时候 相对于前后的牙根来讲 它等于受力增加了 如果前后牙根健康 没有牙周的问题 那这个牙桥或许可以使用很久 但是如果一旦它产生了蛀牙 或是牙周病来讲的话 这个牙桥使用说明 就会相对减短很快 就是前后那个桥蹲的部分 如果说摇摇欲坠 整个桥就不稳 整个桥就不稳了 所以桥蹲一定要稳 桥才会稳 是 OK 另外一个缺点就是 因为它是一个桥体 所以在桥体中间 跟牙齦中间会有一个空隙 OK 这个空隙随着缺牙区越多 空隙就越大 我们都知道 口内如果有空隙的话 吃东西的食物就容易塞在下面 没错 我们一旦疏于清洁的话 这个食物就有可能会阻塞在下面 造成牙齦的发炎 所以反而会造成牙周病 对 甚至更严重的救药 可能会像您提到的 会造成前后牙根的蛀牙 或是牙周病 这个损坏就变成扩大了 本来只有缺一颗 可能会变成缺两颗缺三颗 好 如果我们不要使用牙齁的话 还有两种方式 包括了植牙跟活动甲牙 这两种方式 其实各有优圈点 我们来比较一下 植牙当然它的好处就是 收命场咬合力到比较大一点 但是它其实是有健康条件的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 先看活动甲牙了 疗程比较短不需要手术 而且健康要求低 但是有一种说法说 长期使用会骨质流失 这跟骨质流失又有什么关联性 其实活动甲它制作原理 就是利用在缺牙区 它会有一整座的素质床 所以等于是缺牙区越长 活动甲的素质床就会越大 带在口内的异物感就会越重 活动甲固定的方式 它是利用一些勾勾 去勾在前后的领牙 用这样来做固定 所以它等于相对来讲 对前后领牙也会有受损 那它承受力量的方式的话 因为素脂床下面就像一个马鞍状一样 它是靠在我们的牙肉上面 所以当你活动甲 使用的越久 越频繁的时候 对于牙龈的压迫就越严重 那牙龈压迫越严重的时候 牙龈下面的骨头 就会开始产生萎缩 这是您刚刚提到 使用的越久 骨质就会萎缩得越严重 那相较之下 这个植牙的话舒适度就比较高了 而且比较好保养 还有就是寿命长 我们想请教一下院长 就是全球使用这个植牙 大概最长的案例能够到多长 全球植牙最长的案例 大概可以回退到 1967年的第一支植牙 1967就有植牙接触了 到现在已经超过50年以上的成功使用 是没有问题的 但植牙说起来 就是费用比较高一点 而且疗程时间比较长 我们来看它的缺点 还包括了一定的健康条件 到底需要哪些健康条件 事前需要做哪些的评估吗 OK 这次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我们植牙的原理 植牙原理其实是利用 我们在缺牙的地方 我们在齿草骨里面 会植入一个人工牙根 等到骨头跟人工牙根结合 完成了之后 我们会再放上一个牙罐 这样就完成了 所谓的一个植牙的素食 所以我们在评估 最主要的其实就是 骨头的条件 骨头的值跟量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骨头有疏松有致密 骨头也有深浅宽窄不一 就好像我们在盖大楼一样 我们大楼地植要够宽够深 地植要够好 大楼才会稳 所以我们评估植牙 其实一样的条件 骨头的植要够好 植牙才会稳 第二次就是我们 全身的健康的系统 要能够维持稳定 比方说如果你有糖尿病 维持得好那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维持不好 在每三个月的定期检查 糖化血色素的数值 都跑得很高 比方说八九甚至更高 这个时候对于植牙伤 就有可能会有影响 第二就是假设 你有一些严重的 心血管疾病 经由心血管科医师评估 你不适合做任何手术 这个时候也不适合 用植牙的手术来恢复止列 第三个就是 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比方说你有打骨质疏松的药物 或是有可能在做 进行的放疗或化疗 也有可能会影响到 植牙的成功率 所以这些条件 在植牙手术之前 都必须要谨慎的评估跟排除 的确 而且它毕竟是一个 侵入型的手术是不是 所以还是会有一定的风险 但现代科技 有没有可能来帮助 降低风险呢 听说现在有一种新的方式 是导入AI 来做精准的定位 可以降低风险 真是如此吗 我们先看这次报道 大口咬下苹果 发出清脆声响 不说看不出来 这位老先生已经77岁 不久前可不是这样 上面生了两个牙齿 因为之前都是装假牙 那假牙有勾勾 常常会勾到会发炎 然后就是 常常要去回诊 然后吃东西 那个牙齿还会松动 所以非常地痛苦 对比植牙手术前吃苹果 看得更明显 只能用牙齦来啃 啃到中眉头 但是像王先生 这样缺牙的长者 人数还不少 依据调查显示 65岁以上 缺牙盛行率达97% 而有22.8%觉得自己的牙齿 包括装假牙的人功能状况不好 65.8%因为牙齿状况 咀嚼或吞咽的问题 而限制了吃东西的种类 但最严重的是 会影响健康 口腔是属于消化道的第一关 所以我们口内的咀嚼力下降 等于我们把食物研磨的工作 丢给肠胃道 食物没有咬烂就吞下去 长期下来又可能会造成 肠胃道的负担增加 就有可能会造成 比方说脏器啦 消化不良甚至是便利 而且根据美国医学会的统计 这种长期的消化不良 引起的营养吸收不良 再加上咀嚼力的缺乏 就有可能会造成 我们国人最担心的 得到失智症的几率会提高 缺牙会导致牙龈萎缩 牙齿胃移 牙缝变大 引发牙周病 蛀牙 长期用力不均 肌肉关节不对称 脸型可能歪斜 进而造成内饿关节障碍或疼痛 严重时嘴巴还可能张不开 出门的状态 然后一两个小时起来以后 怎么牙齿已经装好了 非常的兴奋 马上就可以咬苹果了 说的就是不用补骨的 直牙手术 All on 4 顾名思义必须植入四颗 特殊设计的人工牙根 藉由造桥力学设计原理 让力量平均分散支撑整排牙齿 远远少于传统全口直牙 八到十颗直体 传统直牙的设计就是缺一直一 也就是缺在哪我们就直在哪 所以对于直牙的角度跟位置 都有相当大的限制 如果我们遇到了在缺牙的地方 要直牙的时候骨头不足 我们就必须先补骨粉 然后要等待骨头成熟之后 才可以植入牙根 传统直牙需费时六个月到一年 而且很有可能像这张图 直得密密麻麻 光用看的都能感觉痛 但All on 4一天可以完成 摆在一起比较更明显 少少四颗直体 却能发挥大大效用 AI它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去计算 比方说神经管的位置 鼻痘的位置做一个定位 但是在直牙计划的设计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知道直牙这个角度 这个位置 它的骨质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 我们就必须要经由医师的经验去判断 治疗计划依据个人状况 咬合力量身定制 依个案不同 还能以蓝光导航加入辅助 利用扫描QR Code去做一个3D的定位 走出的当中会发现 我们的患者口内会有一个定位的QR Code 我们手机上面也会有QR Code 所以当这两个QR Code 同时处在我们蓝光扫描范围之内的话 画面就是完全跟着我们的手 它会做一个即时的显示 这个画面就像是一个靶心一样 很像在玩电动玩具 对准靶心开始钻 当钻到设定的深度时 就会亮起红色警示灯 荧幕右边的3D立体图 可以精确的调整位置 它可以非常安全的引导 我们避开一些重要的生理结构 比方说鼻痘 神经 血管 而且也可以精准的让我们把肢体 植入在我们预先设计好的位置 这就是蓝光导航的优势 它可以把传统手术的风险降到最低 其实All-on-4的清洁 跟一般的方式 唯一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 你在清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 刷到这个牙肉跟牙齿交接的这个位置 把圈牙补齐细心保养 重拾自信开怀的笑容 更重要的是找回健康 这样的技术在欧美国家 已经有30年以上历史 在台湾 如今也渐渐翻转 长者对植牙存在着痛 跟旷日废食的刻板印象 好 马上继续请教院长的事 传统植牙大概平均 听说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对不对 是 但是为什么欧阳坡 它可以缩减到一天就可以完成 OK 因为传统植牙跟欧阳坡 它在植体设计的角度 跟位置都是不一样的 传统植牙必须是在 所以它植牙的位置 其实有特定的位置 你不能避开 如果那个地方的位置 它的骨头不好的话 你就必须要先做补骨粉的手术 所以这样一等待下来 有时候光一颗牙齿就会超过一年 如果科数越多的话 时间就越久了 其实因为现在医学的进步来讲 对于植体的材质 有非常大的改善 从以前植体刚开始发展出来的时候 使用的是所谓的二极态 它的材质比较软 一直到现在已经有 冷断处理的四极态 所以它的硬度提升得非常的多 另外一个就是表面处理 从以前旧式的喷沙处理 一直到现在最新的 所谓的阳极氧化处理 可以把牙根跟骨头整合时间 缩短了至少一倍以上 以前可能要六到八个月等待的时间 现在只需要三个月 就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稳定了 再加上现在医学 大量的已经电脑断层 以前在手术的时候 可能靠的是医生的手感跟经验 其实风险是有的 但是因为现在有了 电脑断层的定位 所以在手术的时候 非常精准的定位 就可以帮助我们避开一些 重要的生理结构 比方说鼻痘或是神经 所以大大提升的成功率 也大大降低了手术的风险 像我本身有一个案例就是 他是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 那时候家人带来看诊的时候 整个人已经瘦到脸都凹陷掉了 他们说他不是不吃东西 而是因为牙膏不好 没办法吃东西 所以如果要走传统的方式的话 想必老先生一定会需要 等待非常久的时间 那会更辛苦 身体会更不好 所以我们就决定用 欧婉婆的方式来帮助他 所以在手术当天的时候 就已经帮他把夾牙都做好了 在隔天就开始吃一些 比较软性的饮食 等到三到四个月之后 他就可以跟家人一样 吃一些正常的饮食 所以对他生活的改善来讲 是非常显著的 但是欧婉婆毕竟还是一个手术 所以我们在评估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到患者 他本身身体恢复的能力 只是最终临床上的评估 最重要还是骨头跟健康的程度 所以在年龄上来讲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限制 那很多观众朋友 一定会想说那价钱呢 像这样子剪片的手术 会不会价钱又翻倍 倒是不一定 因为在欧婉婆来讲的话 其实相较于传统指押 传统指押在单一二 大家要做全口重建的话 就有可能需要植入八到十个 甚至以上的牙根 再加上一些补骨的手术 其实手术的次数非常多 而且療程非常复杂 但是因为欧婉婆 只需要在单二 像我们可以看到 他只需要植入四个牙根 而且只需要一次的手术 又不用补骨粉 所以相对来讲 对患者的骨头负担也比较少 所以这样来讲的话 它的价钱其实不见得 会比传统指押来得高 了解 那么听说另外还有一种新的技术 叫做微创植牙手术吗 这里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OK 微创植牙手术指的就是说 我们在缺牙的地方 不用像传统一样 必须要翻开牙印 也就是所谓的翻半手术 我们只需要在缺牙的地方 打一个差不多0.4到0.5公分的小洞 就可以植入牙根 完成植牙的手术 等到牙根成熟之后 我们再装上牙管 就完全不用有手术的动作 自然然它的伤口就小 感染的机会也比较小 而且患者也不用担心 在手术完之后会有肿胀 影响到日常的生活 但是微创手术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它对于 所以并不是每一个想要用 微创手术的地方都可以用 如果在不适合的状况之下 勉强使用的话 反而会提高了植牙的风险 可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者 如果去看牙的时候 牵涉到要拔牙这件事的时候 很多诊所是不受理的 就是说那你去大医院 然后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两种 非常先进的手术 是不是也有一些 术后保养需要特别注意 因为它还是有 或多或少的一些风险 是这样子的吗 对 其实在现在医学的进步来说 对于植体的材质 以及手术的方式 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所以植牙的成功率 可以说已经是大大提高了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误 也说植完牙齿之后就是百毒不清的 植牙还是要当成一个新的牙齿 我们自己的牙齿好好的照顾 各种可以拿到手边的工具 不管是牙刷 牙线 牙尖刷 甚至冲牙机 只要可以拿到的工具 都可以把它清得干干净净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清得干净 它才不会有发炎 如果没有清干净的话 食物的阻塞也有可能会造成它发炎 影响到肢体就会产生所谓的 肢体周围炎 另外一个植完牙齿之后 我们也建议尽量不要勉强 去咬太硬的东西 比方说骨头 冰块 或是直接啃咬像螃蟹壳 这种硬碰硬的东西 这种还是有可能会造成 肢体的牙冠 甚至是牙根的受损 然后另外一个最重要就是 一定要做好 让医师可以在定期回诊的时候 帮你做一个全口的检查 及早发现问题 及早治疗 这才是维持治疾 能够使用长久最好的方法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 今天非常谢谢院长 带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这个 有关于直牙 还有假牙 甚至包括牙桥的 相关的专业知识 建牙真的非常重要对不对 因为牙齿又关我们全身的健康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说 居然如果说你的缺牙状况的话 还会引起大肠癌 这又是什么样的关联性呢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聊 请别走开 人体的口腔内有700种细菌 是我们人体最复杂的 微生物群落之一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口腔内的微生物群体 会影响健康 尤其是罹患系统性疾病的人 例如肋风湿性关节炎 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甚至影响孕妇产生不良的认身结果 口腔内的细菌会形成生物膜 附着在牙齿表面 形成牙结石 细菌所分泌的毒素会引发发炎和免疫反应 进而破坏牙周组织与齿草骨 而口腔内的细菌 更可以透过血液进入我们的身体 尤其是在牙周病的病人 牙周囊带里面的牙龈上瓶容易破损 让细菌有机可趁进入血液循环里面 产生菌节症 细菌趁机定质在身体的其他器官上 例如附着在心脏内膜上 以方吸内膜炎 癌症仍然是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杀手之一 全身性发炎会增加癌间病变 恶性病变和癌症发展的风险 而牙周炎会诱导慢性低度全身性发炎 这可能与许多非传染性疾病的发展或进展有关 但初步证据表明 牙周病和癌症之间还是可能存在关联 特别是口腔癌 食道癌 消化系统的癌症 牙中病相关的细菌会入侵血管的内皮细胞 刺激细胞产生发炎因子 导致慢性发炎和血管内皮损伤 进而诱发动脉周状硬化斑块的形成 大量的研究显示 牙周炎的严重程度和牙周的致病细菌 与颈部的动脉血管壁厚度增加有密切的关系 牙周病患者罹患动脉周状硬化的风险较大 因此美国牙周病学会和欧洲牙周病联盟一致认为 牙周病发炎是急性血管一定因子的危险因子 在临床上我们知道它口腔发炎 或者是肠道的IPD或者大量脂肠肿瘤都跟这个菌 或许会有点关系 可以去把你的牙周病如果有的话把它解决掉 那或许这个菌种就没有了 那是同样道理是不是因为这菌种植到肠道去 还是说原来肠道里面这个坏菌增加了 才造成问题 口腔里有上百种细菌 不仅会导致牙周病 取齿还可能经由伤口及血液循环到全身 引发脑中风 心内膜炎 甚至恶化糖尿病 失智影响新生儿早残等问题 这种细菌它是可以去抵御胃酸的侵蚀 还有适应肠胃道这种低氧的环境 从口腔一路生存到大肠脊植肠的 那它们的感染会引起肠胃道的发炎反应 使这个肠壁细胞呢损伤 那让更多的细菌入侵大肠的组织 同时也让这个肠道的细胞免疫功能失调 让癌化的几率大幅的增加 维持口腔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癌好的刷牙习惯 是维持口腔健康的不二法门 一天刷牙两至三次 正确的刷牙方式 以及使用正确的工具 包含牙刷 牙线 牙间刷 很多患者会因为牙龈流血 担心菌血症而不敢刷牙 其实牙龈流血代表的是牙龈发炎的警讯 刷干净不发炎 自然就不容易流血 不去刷只会造成发炎 越来越严重的恶性循环 医师提醒 注重平常饮食 多蔬果 也可多摄取益生菌 让体内好菌虫能够生长出来 抵御坏菌虫 减少大肠肠道发炎 就有机会降低罹患大肠癌风险 一般人如果提到大肠癌的成因的话 一般会认为可能跟饮食习惯有关系 但是为什么会跟口腔内的细菌 成为导火线也有关联性 尤其是国人常常有的牙周病 这些牙周病为什么又跟大肠癌有关 这段节目我们邀请另外一位牙医师 来告诉我们 介绍的是德威国际牙医口腔医院的 赖博超医师 赖博超医师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 国人的牙周病的摄行率 居然高达有八成之多 那么当然有很多发生的原因 但是50到64岁 罹患率是18到34岁的6.7倍 而且会有这些并发症 包括了中风吗 大肠癌吗 食道癌 甚至还包括了忧郁症等等 请问这其中到底有哪些关联性 基本上牙周病的形成 主要是因为细菌所造成的 我们看到有 现在看到有中风大肠癌等等 其实这些都跟我们身体的 慢性发炎有关系 慢性发炎是现在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用词 主要就是在我们身上 并不是一个急性产生的一个症状 但是它是循序渐进 慢慢发生对身体破坏的一个问题 然后由于牙周病 它主要是由细菌所造成 细菌会在我们的嘴巴里面滋生 慢慢形成对 起现是对牙周的破坏 但是这些细菌会顺着我们的血流 流到我们身体其他的地方去 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身体 其他部位的慢性发炎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一些 不管是忧郁症 癌症 或是心肌梗塞 中风等等 这些或多或少 都跟我们身体的发炎是有关系的 所以也自然而然 与牙周病的细菌 是有相当程度的关联 不过一讲到牙周病 很多人会联想 就是可能会刷牙的时候 牙龈流血 或者是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不会有明显的疼痛 对不对 那要怎么样早期去发现 OK 我们常说牙周病 我在跟病人解释的时候 我常会告诉他们说 这个有点像是一个 沉默的疾病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牙周病如果不是在急性发炎的时期 很常会被民众所忽略 然后就我们一般民众 能够发现到的牙周病 可能的症状 其中一个就是 有的时候嘴巴可能会有血味 会有流血的感觉 或是刷牙的时候漱口会有一点血跑出来 对啊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 有可能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敏感 牙齿会觉得酸软 或是我们在咀嚼一些比较硬一点 比较需要咀嚼的食物 有可能牙齿会觉得没有什么力气 以及最常见的就是 我们可能在跟其他亲戚朋友 同事在讲话聊天的时候 会发现好像有一些异味跑出来 这些都有可能是 牙周病造成的一些问题 当然有这些的症状 不一定表示你一定有牙周病 但是其实尽快的找医生就医检查 这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前段节目已经讲说 植牙现在甚至靠AI来做定位 已经能够有一些很好的一个方式来做治疗 那如果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牙周病 现在也有最新的方式吗 听说有一种叫水雷射 这是什么样的疗法 基本上我们先说明牙周病的治疗 最传统一般的做法是 我们会在牙齿的表面 有一些牙结石的部分 会利用一些器械去做刮除 除了把牙结石清除干净以外 我们牙根表面有一些受到细菌所感染的部分 我们也会加以去除 然后但是这有一个缺点就是 当民众接受治疗的时候 常会听到很尖锐的声音 感觉有点像是在黑板上面用指甲刮的声音 都有恐惧症 对 所以当听到这个 可能很多民众会对于治疗有所缺步 所以水雷射它的好处是 它有一个很细的光纤的探头 然后会用水的方式以能量的方法 把雷射打到水里面 然后借由水的细微气泡的爆破 然后来清除牙结石 清除一些发炎的组织 因为现在的医学很常讲的是 微创治疗 这个微创治疗运用在水雷射 是相当方便的做法 因为我们的探头小 我们的治疗它的疼痛感比较低 所以民众第一个他对于这样接受治疗的 接受度会比较高 他术后疼痛以及流血的情况 就民众的感觉以及医师治疗上面 也会普遍的比较理想一点 而且听说它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 说是什么活化周遭的细胞 有这么神奇吗 因为水雷射 雷射它本身就是一个能量 所以当它在进行治疗的时候 很自然而然它的能量 会带到我们的牙龈深处 所以这些能量有可能会活化 我们牙周的细胞组织 让它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再生 所以在治疗之后 它的复原的速度也会变得比较快 您在临床上面有没有碰到那种 牙周病已经到很麻烦 很难处理 最难处理的 大概会是到什么样的地步吗 当然最不好处理的情况就是 牙齿几乎每一颗都在咬 有可能到这都要拔掉 基本上我看到最严重的情况 就是需要进行一般传统开刀的治疗 也要需要到开刀的情况 为什么 就是因为有可能它的发炎 或是破坏的情况 已经到了我们不得不深入 要把它清除的状况 我们刚刚讲水雷射 它其中一个好处就是 它不需要有大面积的牙龈的翻开 所以你在术后的疼痛 以及术后伤口的恢复 一定会是比较好的 但是当它已经严重到 非常严重的程度 有可能不仅仅只是需要治疗 还需要有一些骨头大面积的 复原再生的时候 有可能还是会需要用到传统的手术方式 了解 其实我们应该要蛮庆幸 现在医疗科技越来越进步 让我们在看牙的时候 能够稍稍舒服一点 不过很重要就是要定期检查 对不对 定期检查这件事情 是不变的一个道理 而且另外也有科学家指出说 其实为什么人的牙科疾病越来越多 居然跟人类文明进化太快 有关系吗 这听起来好像玄学一般 可是是有所本的 还有另外赖医师还要教我们 这个所谓的餐前见口操 对不对 就是除了定期检查之外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能够有一个餐前见口操 听说很有帮助 那要怎么做呢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分享 请别走开 蛀牙让你好困扰吗 现在平均十人州有九人都有趋势问题 以美国来说 牙科的各类离难杂症 加加起来 每年的医药费统计高达 1110亿美元 但你曾想过 为什么人类的牙齿问题这么多 野生动物却有一口好牙吗 以大金星为例 因为他们是吃树叶的 必须得用旧齿将大量的纤维磨碎 让牙齿和下额肌肉都相对发达 但对现代人而言 下额较小 让嘴里的32颗牙齿 常常无法整齐排列 但以咬合不振 这一个问题来说 在人类的演化进程中都很少出现 为什么到了现代 却变成一个普遍现象 关键就在于我们的饮食 因为饮食变得越来越精致 我们的牙齿少了来自 吃筋与食物的刺激 影响到了下额的发展 由于我们不再吃坚硬和高纤维的食物 导致下额缩小 这才会有咬合不振等问题 另外偏甜的饮食 也让有蛀牙的人越来越多 饮食越来越讲究 但该如何养出一口好牙 也成了现代人的保健课题 好 蓝医师就您实际的观察 这个口腔疾病人数上升 居然跟饮食习惯说是有关系吗 还有每餐据说 你只要在餐前花个三到五分钟 做这个见口操的话 会大有帮助 真的如此吗 是 餐前见口操其实是从日本来的 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人口越来越高龄化 他们高龄化程度是比台湾还要更明显 更严重的 所以有非常多的老人家 都需要有这方面的口腔方面的保养 然后帮助他们在进食 以及他们的口腔卫生 所以我们的见口操基本上是主要以 第一个刺激我们的唾线分泌为主 第二个帮助我们舌头的运用能够更为灵活 让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咀嚼上面 以及吞咽更为方便 肩口操基本上我们一刚开始要按摩的部分是要先按摩我们的唾液线 我们的唾液线有分三个区域 第一个是腮线 腮线在我们的耳朵的前面稍微下方这个区域 两侧都是 第二个是汗下腺 汗下腺的地方在我们的两边下巴的地方 中间摸起来凸凸的这里的上方 这里是汗下腺 第三个地方是舌下腺 顾名思义就是舌头底下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吃东西之前 用餐之前可以先按摩这三个区域 怎么按摩呢 先从腮线开始 我们可以先用我们的四肢手指 或是我们的手掌的根部的地方 靠在我们的耳朵的前方 开始慢慢的轻揉10到20下 OK 第二个汗下腺的部分 就用我们的四根手指头 放在我们的下巴中间 上面前侧的这个地方 前侧 对 前后揉 也是10到20下 OK 最后就是我们的舌下腺 就是用我们的大拇指 放在我们的下巴 中间的地方 开始顺时钟的画圈圈 一样也是10到20下 这个真的耶 按了以后好像促进 感觉会有口水分泌的感觉 真的有 因为口水分泌对我们的食物的分解 其实是有帮助 此外当我们的嘴巴里面 口水分泌够多 我们的嘴巴里面的疾病 也会变得比较少 助牙 牙周病 也会因为口水的关系 所以会变得比较少一点 来医师介绍这个很棒 因为还可以顺便瘦脸的感觉 可以小脸 肌肉的运动 这点实在很重要 另外就是刷牙的方式也很重要 其实我们对于刷牙这件事情 大家会说 不是一天刷两次 很多人都说 早晨起床刷一次 睡前刷一次 这是很多人 今年累月的一个习惯 可是其实 刷牙这件事情 也有一些迷思 我们来整理一下 这是网路上面列出来 我们一个一个来请教一下医师 他说 其实常见的错误 包括饭后立刻刷牙 为什么饭后立刻刷牙不好呢 我们一般都知道饭后 必须要保持口相的清洁 必须要刷牙 但是当我们吃完饭之后 我们口腔的环境 其实会变得比较酸性 这样酸性的环境 其实对我们牙齿的法郎值 是有影响的 所以当我们的口腔 变得酸性比较高的情况 立刻去刷牙 有可能法郎值 在受到酸性影响的情况 坚固度会没有那么的强 加上我们用牙刷 去做来回摩擦的动作 有可能会间接的 影响到法郎值的健康 应该要多久时间再刷比较好 通常我们会建议饭后 其实可以先喝喝水 输出口 大概20到30分钟之后 等到我们嘴巴里面的酸碱池 大概又恢复到一个 比较稳定的状况 再开始进行清洁 这也非常重要 而且大家要笔记起来 然后也不要用硬毛的牙刷 今天也有带来 对不对 今天牙刷的选择其实也蛮重要 是 基本上如果用硬毛的牙刷 我通常会告诉病人讲说 我们刷牙的重点不在于 牙刷要用很硬的牙刷 或是用很大的力量去做清洁 经由这种很剧烈的 很坚硬的外在的刺激 牙齿的法郎值有可能会变薄 受到破坏 OK 有可能会间接造成牙齿敏感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使用牙刷的 牙刷刷毛的选择 其实就是软硬适中就可以了 而且也不能够狂漱口 是所谓的狂漱口 大概是怎样会比较适当 因为我们讲 我们在使用牙刷牙膏的时候 牙膏里面有一部分的成分 是可以拿来兼顾我们牙齿的构造 所以如果我们用很大的力量 频繁的漱口 有可能会把这些牙膏里面 保护牙齿的成分 全部都漱光光 所以反而不要把它 适度我觉得就可以了 就是不要全部 像我都会觉得说 我不能够让牙膏残留在我的嘴巴里 所以我就会漱很多次 其实是不对的 其实是不需要 只要漱到你没有觉得很明显 嘴巴有起泡 稍微有点清新的味道 其实就可以了 今天餐后立刻悔改 还有也不要打湿牙刷之后 再挤牙膏 就是直接 直接挤了以后就直接刷 其实直接牙刷上面沾 我们讲牙膏的用量 其实就是一颗碗豆大小的用量 也不用太多 对 挤在牙刷上面 其实就可以直接拿来刷牙 这个刷牙的过程 因为我们嘴巴有口水 口水会混着牙膏 会开始慢慢自然的起泡 那为什么不要打湿在刷 主要是担心我们的水分 刚开始就过多 所以有可能 这些牙膏里面的成分 还没有均匀分布到牙齿上面 它就开始流失了 再如此 然后也不能够只有横向刷牙 正确的刷牙方式其实 对 这个可能连小朋友 对不对 都在做那个卫教的时候 对 没错 都已经有讲过了 基本上横向刷牙是 一般民众最常使用的方法 因为最简单 对 因为最快 最快 最容易 对 速度最简单 最方便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我们会在横向刷牙的过程 不知不觉 就加大我们刷牙的力道 有可能慢慢日积月累 会对牙齿的表面结构 造成一些破坏 OK 对 所以我们现在主张 最理想的刷牙方式 叫做背式刷牙法 背式刷牙法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牙刷必须跟我们的牙龈 大概呈水平面45度的角度 而且要从牙龈那边就开始刷 从牙龈这里就要开始刷 因为其实我们的牙菌斑 一些细菌 很常会累积在牙龈的周围 我们都会只刷牙齿 是 其实不对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 很常遇到病人牙齿 很亮 很干净 但是接近牙龈的区域 就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理想 OK 所以我们在刷牙的时候 可以左右稍微 先轻刷牙龈与牙齿的交界 但是接下来我们就上下刷 了解 这个是背式刷牙法一般 要注意的事项 所以顾名思义 这样子的刷法它的速度 一定会比横向来的慢 慢 对 但是它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很仔细的把一颗一颗牙齿都刷干净 尤其是牙齿跟牙龈交界的部分 牙齿很重要 所以真的刷牙要多一点耐心 而且听说连舌胎也应该要稍微清一下 是不是 舌胎的时候就是舌头伸出来稍微简单的刷一下 对 因为我们的舌胎其实一部分也是表示细菌的累积 顾名思义我们的嘴巴里面一旦有疾病 大部分是细菌造成的 所以光刷牙齿而忽略掉这个舌头表面的细菌 其实是没有道理的 没错 对 所以连舌头上面的舌苔一并清除除了让口腔比较健康以外 对口气的维护也是有帮助的 好 观众朋友您的刷牙方式正确吗 一定要记得医师的提点 好 稍后我们再回到提案里面 好 一定要做好口腔的保健跟护理才不会病重口入 今天非常谢谢赖医师来到我们的现场 同时谢谢大家的加入 我是转开闻 我在提关点大人物的世界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拜拜